你咬到人家的臉軟 你咬到軟了 我不會跟景珠這樣硬的筷子 我知道 對 誰知道我不喜歡這些 我想過你們就好 因為我長期鼻塞什麼都問 什麼事 這個畫風是什麼事 我很多粉絲會保留我的圖 我不會有什麼畫他 你們有什麼男生的怪癖和習慣 你是最不能接受的 我之前有一個人會寫撕我 撕你是怪癖嗎 對 我覺得是 他會撕到我瘀了 我撕到瘀有影響 對 如果你喊了痛 他也不停 我想說我有一個怪癖的 幹什麼 撕人 撕人 我喜歡不停疼人的臉和咬人的臉 他會 不是 你限於 正常咬人 任何人的臉 不不不 男朋友 我會瘋狂咬人的臉 我覺得很可愛 我也有 這些都是正常的 但他那些是魚 他喜歡捉到別人的臉 我覺得是虧待的 對 我不喜歡 接受不了 那你是不是黑了我的臉 不是 她是手 哈哈 哈哈 我說一說成龍 為什麼他會覺得是髮臉魚 他喜歡咬人的髮臉 髮臉 他在咬人的髮臉 髮臉 你是咬到魚嗎 我不會 他喜歡咬髮臉 他覺得有趣 我喜歡有趣 好像含著東西 很可愛 很可愛 你能否接受到男生 整天會不停咬腳 如果他可以影響到我的程度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男生咬腳 是一件很普通的 男生咬腳 我覺得很正常 未到接受不到 純粹咬腳 會拍一拍照 我也是 我也是 但如果他繼續咬腳 我也會 我也會 叫一叫 警察 你這樣走 對 對 但是我不喜歡 我看到他咬的時候 我會跟著 因為我不想咬 還沒跟著咬 所以我就要讓他停 咬到很... 整張椅子都是在抖 整張椅子動的 影響到人的牙齒 很快 這個真的 男生圖很喜歡這樣咬 我知道 對 我不喜歡這些 輕微的 我覺得OK 但太誇張 地震 真的 很像地震 我知道 我感覺到 吃煙行不行嗎 不行 我也不行 因為現在有很多電子煙 我覺得電子煙還好 但真煙我就不可以了 因為我對煙有一點氣管敏感 所以我是因為個人身體因素 而接受不到 但我受到朋友吃的 即是朋友吃不關我的事 他自己喜歡吃 我受到他因為做事而吃 其實我是因為我哥哥的原因 因為他做的行業是要吃煙的 但他在我們面前不會吃 做甚麼行業要吃煙 保險 保險要吃煙的 即是Kick Social 對 Kick Social 對 但是如果他的身體是沒有味道 我就覺得OK 即是在不影響我的前提下 我覺得OK 我也覺得是 而且我接受到吃煙這個習慣 但我會更加加分的是他會為了我們加煙 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我是接受 不是很接受到另外一半吃煙 因為我飲食是吃煙 因為是過身的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健康些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他說 如果你能加煙我們就一起 然後他最後有加的 即是那一刻他會覺得 好感動 他願意為了你去放棄一樣 他可能一直以來的習慣 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當然是最後其實是為他好的 我想起我爸爸是為了我加煙 因為他吃了十幾年煙 但是因為生我 然後我媽媽就要他加 因為不想小朋友受影響 之後就真的加 加得很辛苦 因為吃了十幾年真的很難 有時候你知道男人有些壓力 是需要舒緩的 然後我那時候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發現我爸爸偷吃煙 之後你 偷吃煙 然後把他最喜歡的 存了很多年的紅酒 全部倒進去 哇 好癢 自從那次之後 真的沒有再發現過 沒有再發現過 我覺得你媽媽這招很厲害 為什麼你媽媽不賣掉 還要倒進去 真的 真的 你不好意思 我相信我爸爸也是 我沒見過他吃煙的 但他是不是跟我們說 因為我和我哥哥出生 然後他就加煙 我爸爸也是他 我爸爸也是他 但我爸媽沒有為過我加煙 OK的 你可能以為你小吃了很多 真的 一天一包 本身兩三包 真的 真的 三個女生 真的 所以我接受到 但最好都是 不好吃 對 為你家是一件 會很窩心的事 很感動的事 我經常知道 以前我有一位男同學 很喜歡聞人的頭髮 不算怪癖的男朋友 不是 但因為他一聞的時候 我和他又不是那些 不算奇怪 不算不喜歡的怪癖 不,因為他不是我男朋友 哦 他連朋友 不是那些 哇 真的很想他 剛才反應好像覺得他很臭 很香 這個也是我的怪癖 我喜歡聞男朋友看味 我們有時候也會 那如果他有狐狐 那他當然沒有 我才會聞 哈哈 那他這麼巧 你幸好沒有 如果他有 那你就很慘 那他一眼 很喜歡聞 聞一眼 但他經常說 我聞完之後 就會有一種很減壓的感覺 就是他覺得沒有 他有一種 哇 我不喜歡聞他的 是否因為有安全感 就是因為 在你男朋友身邊 我都很喜歡聞 我都很喜歡 我都不喜歡聞 我記得我剛剛和Berry一起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在做空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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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很想聞到他的味 然後 我就叫他 給他的外套給我 帶他到外套 在酒店睡的時候 我就穿著聞 哦 我都會的 哦哦哦 以前呢 如果你喜歡那個男生 你會問他 今天我戴外套 可不可以借外套給我穿 當然會 真的很甜蜜 真的很甜蜜 想聞到他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喜歡他 就會連他的味道 可能很多東西都喜歡 應該 我想說你們就好 因為我長期鼻塞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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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風 是什麼 什麼 他就是很溫馨的 問人家 我問你 我問你 你想問他 第二題 所以他用第二題 就是他有些不同的感官 我們去聞不到 所以他喜歡咬 哦 他喜歡聽 喜歡音樂 我認識的 有個男生 他是有女朋友的 但他會 IG買的save圖 他會有一個album 是專門save IG女生的圖 哦 我也會 男生 男生 那他save那些是什麼圖 J圖 也不是 他覺得很漂亮 之後就save了一個美女的 是ok的 因為我男朋友也有跟他兩個兄弟 有一個很緊張 inbox的check room 是專門save 那這些ok的 他跟我弟弟一起 他有陪伴 沒有啊 其實我想進去 share我們就ok 我覺得同save相片 是同 是同公之妙 我覺得男生之間 不停save 其實是很正常 絕對沒問題 但是自己save 我都可以save 你自己收集 然後拿回來看我 他不喜歡collections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有一點點壞 就是你like和save save是不是 還要為了他開一個相簿 哦 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一個相簿 他已經有相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我要問一下男士 為什麼要save 你沒有啊 等一下 你沒有啊 你不要我解釋了是他們 哈哈 幸好他們沒有答錯 Juju沒有答 哈哈 Juju 因為我 因為我想 我想我們身邊的男朋友 沒有save這個習慣 但是他們會有share 我知道 share ok 可能身邊的女生 都會有時看那些帥哥 我會share 但我不會save 不過女生 我會save 我會save 我會save女生 那為什麼你要說男生 沒有 我覺得女生save女生很正常 我 我以為save男生呢 就是save男生 沒有問題 男生就是不可以save相 根本 但是就不可以save相 他手機只要離譜 不是 就是這杯那些 動物ok 動物ok 我可以save 因為我很多朋友save我的圖 我不會說他怎樣 哈哈哈 這個真的超差 對女生來說一定 我覺得如果男生用 就是表白之前要想 但不要太老土的動物 因為女生會覺得 很尷尬 我會減少了 你不要減少了 你不要減少了 你知道整個